这个我们华人呢 他有一个爱好 他是喜欢算命 我们在道家 这个看相啊 算命啊 测字啊 然后算命理啊 指围赌术啊 很多东西 什么都来了 但是呢 我们呢 有一个基本的首相 我觉得跟华人传福音啊 要讲这个问题 讲这个你的 我们刚才另外还有一支笔呢 对对对 谢谢 诶 属相的相子不是这么写的吧 是这个吧 是吧 是属相 就是既然华人喜欢 还讲属相 我觉得我们呢 也可以用一下这个语言 圣经里面也讲属相 他讲两个属相 第一个属相呢 是属血气 第二个属相呢 是属土的 那么这两个属相 他的命运都是一样的 这个命运呢 无论你中间过程如何 他的命运呢 他的命运呢都是死亡 而第三个属相 他的命运就不同了 第三一个属相呢 他是属灵的 是吧 这个属灵的 他的命运呢 是通向永生的 所以我们呢 在给华人这个传道的过程中间 我觉得可以来讲一下 就我们都是属血气的 或者都是属土的 最终也会归入土 但是呢 上帝赐下圣灵 给我们一个属 让我们有属灵的生命 所以我们能够获得永生 所以这个语言呢 或许也是可以被采纳 就是我们可以去试着谈一下 那么我们 所以在这一刻呢 我就说是改变命运 这是改变命运的一个决定 改变命运呢 我们在这个华人的这个 通常的习惯中间呢 我们说有这么一个说法 说你的命里边呢 注定有一个贵人 是吧 说你有个贵人来呢 他就会帮助你 耶稣就是我们生命中的贵人 所以我们呢 我有时候经常跟人家去传福音 我就讲 耶稣就是我们的贵人 这个概念 这个农村的老太太啊 很容易接受 我信主以后呢 我就把福音都传给我妈妈 传给我的大姐 那他们就都信主 而且呢 从我们那里啊 还有一个教会啊 就生这个产生了 当时我就觉得 刚刚开始传福音的时候 出生的这个牛犊不会虎嘛 是吧 也就是到处跟人家祷告 我们那里有一个人 那个我妈妈一直说 去为他祷告吧 他瘫痪了五年了 然后我们就去了 去了以后 我也没有什么经文呢 刚刚受洗了 哪里懂多少 为病人祷告 这是个瘫痪的 你怎么办 我记得经文我就背了 经营我没有 把我有的告诉你是吧 奉耶稣的名 起来走吧 那这个人起来就走了 他是从那个床上 他一下子起来 我都吓一大跳 他就把他的兄弟家什么 都对一起带过来 这样 就形成当地这个教会的开始 就是你出去传福音的时候 他上帝会带来一些这个改变 我们的个人的命运的改变 不能是纯粹只看到 讲道理是吧 讲道理是一方面的 还是有一些 需要一些生活的一些见证 我以前 以前祷告的时候 经常发生很多事情 以前我去香港给人传福音 我去了香港的时候 给人传福音呢 这个人家也是 十年以后告诉我 他们信主了 过来加入教会 他说你跟人家传福音不一样 我说哪个地方不一样 他说香港 我们这个岛上 喇嘛岛 经常有人来讲 他说你讲的 从头到尾四个小时 全身是那个光芒万丈 我看呆了 从来没见过这种人 在那讲 是个医生在那放光的 我说这是上帝怜悯你 那个光绝对不是我的 那光应当是天使的 应该是天使在那里启发你 让你看到一些 他说我什么也没看见 我相信我身上也没有光 但是我听了以后很安慰 十年以后他告诉我 他说之前不敢告诉你 怕你骄傲 我说没什么好骄傲的 因为这光不是我的 这真的是上帝怜悯你 但我也很受鼓舞 就是我们出去传福音的时候 真的有天使会与我们同在 他会在那里做引导 所谓影响人的工作 有时候就是话讲的 也不见得对 但那个情绪是对的 是吧 有时候你会发现 有这种情况 双方谈得比较投机的时候 有时候话不见得 都每句都对 但是那个总的 那个状况是对 人的心比较容易说感话 所以我们心里面 有时候预备一些 上帝的话语 把他用中国话 把他说出来 有哪一个贵人 比耶稣还贵 他完全能够改变 我们的人生的命运 那么前面的这些 讲完了以后 下面就是 有两课是讲 基督徒的人生的 华人他有一个特征 他是讲性命双修 他是这样子的 或者他是修身 也是要养性的 离不开这个 所以我们在讲 基督教的时候 也要做到性命双修 我们华人 我上次在这里 写了几个字 就是安身立命 是吧 六日劳碌 做你一切的功 做什么 安身 然后呢 我们可以来遵守 上帝的 当我们的 身不安的时候 那个比较难 连真言里面都有嘛 不要让我太贫穷了 会偷我去抢啊 所以我们的 我们的一切的宗教 它最终你回到两个方面来 你回到 身和性 你的信仰如何 改变你的这个人生 你的身体 衣食住行 这是跟身体相关的 你的这些信仰 如何落实在 你的这些方面 我进这个教会以后 我发现 我跟大家比较一下 我以前信的那个宗教 他们怎么教人的 然后我再比较一下 我进到这个教会以后 我们是怎么教人的 我们让大家看一下 这个区别 好吧 我以前的信的那个呢 就是练瑜伽嘛 练瑜伽 瑜伽的宗教 那么我们 它教你一整天 二十四个小时 你是怎么生活的 它教这个 很具体 早上四点钟以前 必须起床 晚上九点钟以后 一定要在九点 最晚最晚不能超过十点 九点要睡觉 九点到四点的话 你中间还有六七个钟头 也是够了 你要到十点的话 九点不太够了 这个和中医讲的也很对呀 我们要睡植物教啊 和西医讲的也对嘛 西医讲九点到这个一点之间呢 黑色素啊 是吧 要分泌啊 是吧 所以它第一件事情 然后第二件事情呢 就是你起来以后 你要冲一个凉 就是 当然我觉得这个有点刻板 他说只能冲凉水 我觉得这个太刻板 因为印度啊 很热 所以呢 他们肯定是冲凉水 我们当时 我住 有一段时间 我住北京啊 冬天 哎呦 我住北京大学 那个地方 每天早上起来 就是凉水 那以后我自己也很骄傲 我以后到一个大学里面教书 整个学校 我就是起来最早的 大概那么早上四点以前 能够拿凉水冲澡的 我觉得 放眼望去啊 天下好像就我一个人这样做的 会觉得心里美滋滋的 大家都知道 就那个人 就是每天早上四点钟 在那冲凉 都认识我 然后呢 我们叫这个打坐 这个念经 我比较习惯 就是往那一坐 一株香 一烧啊 在那里慢慢地冥想啊 慢慢地 我比较习惯这个东西 现在还有点回味啊 就是没有那个香的味道 我还觉得有点 差了一点什么东西 香净化空气嘛 擀蚊子嘛 是吧 你可以想象 他们那个地方需要这个东西啊 特别是 比方说人死了什么 它香都有功效的嘛 它可以净化空气嘛 所以我们现在基督徒也讨论 能不能拿香是吧 死了人那边肯定要香嘛 不然的话 那个空气 就是会发臭啊 等等 很多香 它有一定的这个功效 然后呢 你再去做饭 那个信徒呢 就是我们不能吃别人做的饭 说别人做的饭 里面有夜暴 不行 所以就得自己买 自己做 所以我们有标准的一套 这个如何 自己生活的这一套东西 每个人都是一个电磁炉 然后呢 都是那个盘子啊 用那个 不锈钢的盘子 全部都是那一枕道 又摔不坏的 可以带着走的 每个人都是这个样子 你一信这个信徒呢 变成这个呢 你就会自己配一套这个东西 因为你走到哪里 都得自己做饭 你不希望把别人的夜暴 夹到你身上 就是勉强 别人做的面条 是已经做熟了一半的 说那个夜暴只有一半 勉强可以吃 随时身上带一瓶水 就是那种可以 你上完厕所呀 干什么 有时候中国大路了 都不是 现在就好一点了 以前那个厕所 就是没有那么方便 所以你随时的 可以来把自己洗干净 每次吃饭的时候 是最快乐的时候 做饭的时候呢 就是每个人都要学会做饭 做饭呢 这里面放香料 有很多印度的香料 然后我们说 还要放爱心的香料进去 就是你做的时候不能闻 因为那个东西还没有供奉 你先就闻了 那神还闻什么 所以你不能够闻 所以先要给他 反正你做着做着 你就习惯了 习惯了不闻 不闻也不能长嘛 你长的话 你还怎么供奉呢 不能 做好了以后 拿个小碟子 拿个铃铛 在那里 跪在那里 念一整套的繁文 念完了以后 放到一阵子 然后呢 可以开饭了 大家吃饭的时候 就开始唱歌 唱了可高兴 说在人的感官中间 舌头是最难控制的 舌头又好说话 经常说一些不好的话 好话可能比较少一点 不好的话多一点 然后说 神是这样的恩待我们 吃个我们这样美好的食物 来帮助我们 胜过舌头的需要 等等等等 然后就开始吃了 吃了以后 他还有一套哲学 都必须自己洗碗 说自己不洗碗 来一身 都变成猪 所以呢 每个人都去 自己洗碗 然后呢 为了鼓励 就是 有时候我们会去 把别人的 那个饭碗 没吃完的 鼓励人家 把它抢过来吃 有时候确实 抢过来去说 你把它的 吃的话 你的不好的业报 就传 全部传给他了 所以大家 彼此就没有剩的 没有人剩下的 这个圣子东西 都鼻子都就抢完了 他是很生活化的 这一整套东西 那么工作的时候 他也教你 就是如何 用朴素的生活方式 我们没有床 就是一个睡袋 一个睡袋 往地上一摊 起来的时候 把它卷起来 一放 这个就可以了 就是生活非常的简朴 所以我从那个里面 再一进到教会看 哇 教会不是说要 你看基督 是那样的简朴吗 我们走到教堂 以后发现 这个生活不是这样的 很惊讶 那个时候我们奉献的 就是每个人要奉献 百分之五十 走进教会 我发现奉献百分之十 还有问题 我不能理解 我完全不能理解 就是说 你决定信这个宗教了 这是你的生命啊 怎么你百分之十 还有问题 老婆你还给百分之五十呢 是吧 至少吧 一般都给百分之百吧 所以说这个事情 让我非常的不能理解 我们在那个里面 大家还集体去活动 信徒和信徒之间见面 大家都是跪拜 都是拜 所以这样的话 一切的本来有意见 干什么 吵完架 都一定是拜完以后 才能离开的 我们两个人吵完架以后 你最后还必须拜一下 不是握个手就完了 何时是经常 但是是会跪下来拜 所以把人的那种 矜持啊 骄傲啊 什么东西 在这里面呢 就把它放弃 放下 当然我们在圣经里面 也讲到 就是说洗脚 是吧 但是不是随时都有机会 能洗脚的 但是呢 这个 应该有一些别的方法 让大家把一些怒气 可以放掉 就是 你无论有多大的意见 你最终你拜我一下 我拜你一下 这个大家扯平了嘛 就是这里边呢 就有一些这样的东西 我进了这个安息人会以后呢 我就发现大家教的是什么呢 当然讲的最多的 在一里书第二章 一上来是这个 世界的蓝图 看清楚了 看明白了 然后再次是2300日 到了1844 哇 觉得那种感觉 那1844过了一百多年了 现在应该 基督应该快出来了吧 是吧 就有这种 很强烈的一些感觉 所以我注意到 我慢慢地我就发现 教会里面呢 就是我们给人查经 受洗啊等等的时候 基本上不会去 不会去告诉他 你几点钟应该睡觉 几点钟应该起床 不会在一开始就说 这个要通过 星期点来说 是吧 会查经班 不管这个事 这是另外一个部门的 我就觉得这个人生活啊 是离开的 他一个人进来以后 他真的什么都需要指导 我举一个例子 我有一个同学 就是我们以前一起 闹革命的那个同学 我们两个最后是受处分 那个他去年呢 就跟妻子闹离婚 那我其实每次碰到他一次呢 我就劝他就是信耶稣 他是很成功的一个人士 就是整个北京和北方的 大医院的那个 所有的标牌设计什么 都是他的生意 所以他做得很大 然后他就说 我们的父母都没有教过我们 应该如何处理 这些家庭的问题啊 生活上的问题啊 结果我在那里跟他谈 就好像跟一个小学生谈话一样 我们是很好的朋友 他也是一个 他从中国拿了一个博士学位 到日本拿了一个博士学位 都是很有学问的人 就问我应该什么时候吃饭 吃什么 什么时候睡觉 我们都是谈 谈一些这样的事情 你不要以为这个是 是好像很 一个很高深学问的人 不应该谈的 他都不懂这个东西嘛 所以我们 我觉得我们这个 跟人家查经呢 就是衣食住行 是吧 应该是成为我们的一个 就是介绍我们的信仰 改变生活的一个方面 所以我这里专门有一课 衣食住行 当然写得很简单啊 对我们这个参加教会 比较 时间比较久的教友来讲 这个太简单了 我们应该最早 这个早先吃的是什么 后来是生命怎么缩短的 等等等等 这个我想的 不是一个大的问题 包括我们现在这个 讲捷径的和不捷径的 那个时候我们也教人 一个说法 凡水有妈妈的 你都别吃 就是被妈妈生下来的 你就不要吃 这个可以简单吧 只要是有妈的 就别吃 我们那个瑜伽也是吃素 吃素 它一个完美的一个宗教 它不可能不关心身的问题 它只关心灵的问题 这是不行的 它一定是身心 或者是性命 都得关心 所以圣经的这个宗教 它是这样的 你就是看《黄帝内经》的话 《黄帝内经》 它把医生分好几等 上上医嘛 上医嘛 中医下医 是吧 分四等 上上医是干什么的 上上医就是开 开这个食品单的 该吃什么 那这个圣经就符合 上上医的这个规范 上医是医胃病之病 你没有病的时候 它就来医你们 上医是预防 所谓的预防医学 上上医都不是谈医学的问题 谈医学已经谈病的问题 不谈这个事情 上上医只告诉你吃什么 上医就来处理 与病有关的这个东西 中医呢 这已经 已经病了 是吧 下医呢 他说 他就是 这个看猫啊狗啊 这种医生叫下医 他是分四的 皇帝内经的 这个说吧 你看我们教会 我们来讲的是 不是上医 我们讲的是上上医 对吧 上上医的问题 那为什么这么好的东西 不是拿出去讲的 是可以去讲的 而且你看我们 这个华人呢 现在好喝酒 现在台湾人 有没有好喝酒呢 也有啊 古人也喝酒 但是他这个 中国以前的酒 和现在的酒不一样 他喝酒的也不一样 酒喝了以后 有两个字嘛 陶醉 知道吗 就是很陶醉啊 以前喝的酒是米酒 不是现在这种高浓度的酒 高浓度的酒 是后来才出现的 那喝酒的原因 是为了作诗 要有那种陶醉感 他这个礼拜斗酒 十百天嘛 是吧 那个米酒嘛 他喝一斗 那个问题也不大 那也有喝醉 所以那个东西 是谦卑不醉 他喝的是米酒罢了 就是不是现在这种 高浓度的酒 就像五松或什么 大碗喝酒 是吧 那个 那都已经 酒的度是已经在变了 更早的时候 不是这样子的 所以从这个 从这里来看的话呢 我们也可以看到 就是说 早期的这个生活 它也是比较贴近 圣经的这些说法 那么一个宗教 它除了关心一些 理性上的问题之外 应该在衣食住行上 应该有所讲究 应该是穿什么样的 当然也不能够穿到 穿到我们现在 一般的只关心女性穿什么 不怎么关心男的穿什么 是吧 这个 我太太有一次到一个学校去 那个 她穿那个连衣裙呢 到这儿 那个还有个老太太 真的拿纸给她量了一下 说你还差一点点 还真有这种事情 但是就是 就是要教人怎么穿衣服嘛 你这个像怀孕呢 干什么 你不能增加这个压力 在肚子上啊 什么的 是吧 这个要保暖啊 不光是自己啊 还有这个孩子啊 要让肩承受压力 要不要让这个腰承受压力啊 像这个都要有教导 然后这个房间啊 卧房 卧房的话 古人讲法呢 它是这个 要阴阳和 这个 和 调和 对 阴阳调和 最近搞那个大桶油搞多了 不知道调和和 不敢乱说了 阴阳调和 就是那个太阳照到这个床边 就比较好 这个卧室不要太大 卧室太大了会阴阳失调 因为你会在那个 没有阳光的地方 生活太久 房间这个灼气很大 所以客厅尽量可以大一点 大概这个都有一些讲究 像我们在 福丽兴旭的家庭里面 怀孕也讲 房子应该盖在什么样的地方 要有多少阳光 这个窗帘应该是怎么样 要不要 或者是 把一些尽量的 家里少摆那些小玩具 免得积累灰尘 等等等等 它都有这个教导的 反正这些东西呢 都没有成为我们查经的这个范围 我觉得就和生活离得比较远了 所以呢 在这一方面呢 我觉得像 特别是我们华人呢 很注重 很注重这个实用 一上到这个心 对我的身体有好处 我会有变化 那么这是一个很好的一件事情 所以我觉得 可能在这个查经的一开始 就可以鼓励人 吃素啊 或者做什么 我那个时候 姓瑜伽一开始就吃素 那个吃素也非常不容易 因为学校里面吃食堂嘛 要么就是饿的 要么就不吃啊 反正就是 也比较坚持吧 就是有一定的这个 毅力 就是你明白了这个道理以后 你会去这么做 所以我这里面也回答了一些问题 什么酒肉穿肠过 佛祖心中流啊 这行不行 这个是中国人常说的一句话 这个东西嘛 酒肉穿肠过 我吃了有什么问题 没啥问题 关键是那个东西 它留下的影响 不是你能控制的是吧 它会蒸发 会分发到身体的各个部分 它会管着你 会影响到你的健康 而健康反过来 又会影响到我们的思想 影响到我们的情感 影响到我们的心灵的建设 都会有一定的这个关系 所以呢 当然我这个地方写得很简单 我觉得这个基督徒呢 追求一种朴实的 一种不花梢的一种生活方式 应当是成为我们的一种 向人展示基督的 一种基本的一种方式 你弄得花里花梢的话 人家就不是很敢靠近 这个就大家都像模特似的 就不行了 所以为什么我们教会 也是强调对于经营首饰 这些东西 尽量地把它拿掉 尽量地 有一些我相信 就是有特殊意义 比方说你的某一位亲人 或者什么送给你的 但是有很多很特殊的一些意味的 我觉得这个也应该是 可以把它分开来对待一下 但有一些东西呢 可能能够避免的话 尽量地就可以避开 所以我在这本书里面 因为这是开篇 我没有触及太多的 这个方面的问题 我只是很简单地讲一下 特别是对于食物的方面 我们除了食物之外的 其实还有一个运动的方面 我是常常是在想一个问题 就是我们的教会的教友们 我们可能都会做很多 西方式的这个操 但是对于中国式的这个武术 健身的这个东西 恐怕就不是很会 而真正走到公园里面去 我发现 我在住在台中那边 有一个民宿公园 它就是一个横幅 往那一扯 然后一天一个晚上来 两个人慢慢人就多了 他就在那坐着坐 一下子他们就搞一个团体起来 所以他们也是一个健康步道 是吧 你像佛教啊 这个印度教啊 他都是用健康步道 有没有人没听过少林犬的 少林武术的 少林武术大概都听过是吧 他以武术来弘扬这个少林的精神 但是佛教的就得到推广 因为我们这个教会 也有很多健康的原则 而且上帝实际上 他始终是教我们如何来健身 因为健身能够帮助灵性的这个发展 所以这个第二十三课呢 是讲的修身的一个 是讲的这个衣食住行的 这样的一个方面 那么衣食住行的还有一个呢 我觉得也是需要强调一下 这个是这样写的吗 简朴 简朴 单 这样子 不是 这个是节约的意思 就是 我们在这个 我在瑜伽的这个里边呢 其实有一个很重要的一个概念 我觉得 我们可以提一下 他是怎么讲 他说 所有的物质都是从 瑜伽讲的上帝了 瑜伽讲的神 都是从他而来的 所以应该要非常小心地 慎用每一样东西 那么包括开灯啊 关灯啊 节约能源啊等等 生活上的每一个细节 去注意 这个就是爱惜上帝的东西 圣经讲我们都是管家嘛 那么作为基督徒来讲的话 华人都是讲 你有的时候 要当没有的那个日子过嘛 没有的时候 千万别打肿脸 冲胖子 对不对 有的时候呢 常将有时当作无 是吧 常要把有的时候 当作没有的日子来过 莫将无时当作有 你没有 你千万别把它当成是 充这个面子啊 豪爽啊 不要这样子 这是节俭 节俭的这个里边 是能够培养品格的 所以我们在教会 我觉得 华人的文化应该 要比较讲就节俭 那我是开玩笑讲 这个字母啊 通常写的很长的 它都不晓得怎么节俭 一个字都弄得很长 在很多地方 那种文化 基本上不节俭 这可能有点偏见啊 那个文字 它做得很精致 在地方有很小的那种文化 它也比较节俭 所以你看这个日本 很节俭 很富饶的一个地方 做任何东西都很精致 不到物尽情 我看台湾也是有点物尽情 你看大陆去吃饭 还打包带走很少啊 一叫叫很多 吃很多 都吃不了 都浪费 把那个情简 情和简这两个 都是传统的这个观念 都有点丢掉了 这教会呢 也是从这个简朴 这个方向入手吧 这些是一些生活上的一些东西 我觉得就不说那么多了 那么第二十四课呢 是圣经中间的修身养性 那么这个题目呢 讲修身养性 我是想避开用 有一些讲品格的建造 品格建造不是不可以 这个话也是很好的 我们陶冶 我们的性情 这都是很好的一些话 但我还是觉得修身呢 修身养性还是比较好 修身是指的行为上的改变 就是我的行为举止 有什么做得不合适的 我就要修身 修身的目的是为了培养 更高尚的性情 修身才能够养性 所以这个就正如圣经讲的 要悔改是吗 悔改就是什么意思啊 悔改就是修身了 就是改正自己嘛 改正自己的错误的方面 这里边呢 我用了一些比较中国话 他的一些标题 我们大家可以翻一下 第一个呢 是九十三面 是天赐星星 结出人果 这个星是要结出 这个果子来的 那么我们以前讨论过 我们没有办法保持啊 我们原来的这个 天性呢 没了 亚当夏娃受造的时候呢 他们有上帝的品格和样式 他就是有天性 明白这意思吗 天的性情 没了 犯罪以后天性没了 他原来呢 他是这个 是天真的 现在呢 没了 现在呢 我们呢 这个性情呢 发生了这个变化 耶稣来呢 是希望我们 改变我们的性情 希望我们那个 有一个新的一些变化 那么要结出一些果子了 要好行为啊 这个果子要被人 要是能够看见 我们通常讲 那个九种果子 是吧 好像马英九 那个九字 也是与九种品格 有关系 但是他父亲 给他取名的时候 是这样 而这个 那个九种果子呢 是我们在第一册里边 你们还记得的话 第一册里边 我提到的九种品格 书经里面提到的 他是跟着那个来的 他是讲的那个九 仍爱喜乐和平 忍耐恩慈良善 信实温柔节制 那这些事情呢 是说起来 是很会说 也很会背 但是呢 是要朝这个方向去培养 我是常常 这个讲一个问题 就是你比方说 有一些宗教啊 他看待一个人 说你这个人 有没有修养 他看你几个根本的指标 就看了几样就行了 用弄多了 用不清楚 是吧 我举一个例子 比方说佛教 你们有听过一个叫法轮功的 是吧 法轮功呢 它三个字嘛 真 善 后面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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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一个字 叫做忍 要要一忍 你可以追求真 可以追求善 可是呢 你可能 缺这个东西 所以任何一个佛教 你注意到 一个 比较虔诚的佛教徒 他们通常在这个功夫上面呢 做得不错 人家说 你才是有修为的 是吧 你才有修 你既然修佛 你礼佛的话 那么你就要忍啊 不看真面 看佛面嘛 这些真都会得罪你嘛 我们做基督徒的话 不看人面 看耶稣的面子嘛 看耶稣面子就要放人一马嘛 就要忍嘛 但是你注意到 我们在教会里有一种文化 我们不强 不是很强调这个东西 我们教会里的文化 强调这个人呢 有比较多的神学的知识 那你强调这个东西 于是我们就去看这个指标 而这个指标呢 就于是就找学历了 是吧 他这个关键的问题呢 基督教里面呢 耶稣的 他讲的品格 他有两样嘛 柔和 谦卑嘛 是吧 他指出来他的这样的一个 你判断基督徒的品格 你基本上是这样 你讲爱 很空泛的 但都在讲爱嘛 这个慈祭还是大爱 是吧 都在讲爱 柔和 谦卑 柔和能够 能够近人 所以古人讲 这个人的智要刚 气要柔 智刚则能通天 气柔则能近人 就是你这个智气刚的话 你就能够追求高远的目标 气呢要比较柔 柔的话人就能跟你靠近 你这个人气过状的话 就气就比较短嘛 是吧 就是不能够 不能够太 我们不常常有这个问题吗 你生啥都可以 千万别生气 是吧 长什么都可以 别长脾气 他就违背了这个柔和的原则 所以我觉得在衡量 这个教会的一个基督徒的修养 我觉得就耶稣的样式 应该成为我们判断的一个指标 是不是柔和谦卑 所以这个第二个呢 是安静主前 感恩自喜 我觉得安息日呢 在一个制定呢 那我们常常有一个问题 就是说 我们安息日 我们除非教会有一些活动 否则呢 我们就不知道时间怎么安排 我个人觉得 其中安息日有一个相当的部分呢 应该拿来自喜 就是我拿相 我平时都很忙啊 平时忙这个忙那个 是吧 你也没有时间来检讨自己 安安息日呢 应该是有一段时间 拿来自喜 就是我对上帝有哪些亏欠 我对人有哪些做得不合适的 我还有没有在心里在急需对人的恨 还在盘算做计划如何去对付这个人 还是说我应该把一些这些东西都放下 看看自己要多一些自省 我们如果没有一些自省的话 这个安息日呢 就变得就没有什么意义 没办法更新嘛 所以我觉得安息日呢 是一个自省的一个好的时间了 第三个方面是校学 耶稣柔和谦卑 这个呢我们刚才已经提过了 不过我在这里再加上一个字 这个话是孔子讲的 孔子呢 他讲了他的这个学问呢 他一辈子教学 他说没有人能够理解他 不怨天不由人嘛 自我者起天呼 他说我不怨天也不由人 没有不抱怨人 没有人了解我 他说我的学问是做什么呢 下学 我教人的东西都是一些实际的下学 这个叫下学嘛 技能啊或者是带人之道啊 都是下学 虽然是教这个 但是下学的目的是为了上达于天 所以这个是下学上达柔和谦卑 我以前在中国办过一个学校 这就是我们学校的校训 下学上达柔和谦卑 我们通过这个品格教育 技能教育等等 那些很实用的这些东西 通过这个下学是为了上达 而靠上帝来帮助我们呢 学校耶稣的柔和谦卑的榜样 第四一个 就是宽容大度 忍辱持重 这个又回到这个忍 这上面来了 耶稣是应该是最善忍的 是吧 耶稣可以说是真正的忍者 耶稣是不是忍者 这些个罪都不是他的 但是呢他都把它承受了 他是不是真正的忍者 那我们现在看电视那忍者 就是会一下子 专都没看见他 忍者神规 把那个忍的意思 弄偏了 我们前一次给大家讲过 我们要做行者 是吧 现在呢我们再加一个字 忍者 因为教会里的人和社会上的人 都都一样 他都很容易犯错误 做错事情 说错话 我是经常说错话 经常有人给我讲课 每天都会有讲课 这个说错话是很容易的事情 是吧 那么如何 待人家说错话的时候呢 就是少讲课 多一点忍耐 是吧 这比较好 我个人体会 我今天上午在台北教会讲了一句话 你们也体会一下 我不知道对不对 可不是 你们都 这个在组里面经验都比我强 我觉得圣经里所讲的 彼此相爱 它的核心 就是彼此饶恕 我觉得这才是核心 因为在教会里面呢 你好我好的时候都没有问题 就是你好我 你不好我不好的时候 这个时候要表现出 那个彼此相爱啊 才能够建出教会的合一 而这个时候需要的是 饶恕的精神 大家都不是圣人嘛 就让上帝在基督里面看我们是圣徒 是我们都知道嘛 都是面目可正 是吧 言语就乏味 都是这样子 所以这个彼此饶恕 应该成为我们的一个 一个目标 看一个人有没有福 就看一个人有没有量 量大福大 量小福小 所以我们这种 恕人之量 是吧 这个是在圣经里有 那这个也是耶稣教我们做的 读到文里面呢 免了人的罪 是吧 是不是要你 是不是叫这个 对啊 耶稣把他很重要的拿出来了 日用的饮食 赐给我们 这是上帝做的 那要我们做的 就做一件事情 要我们做的有几件事情 就这一件事情 免了人的罪 他才没有说别的 那就那几句话 其他都求上帝 就这件事情自己去做 培养这个量 既然主能够饶恕你 那你也可以饶恕别人 所以还是这句话 不看神面 看佛面 看耶稣的面子 饶恕 这件事情 总之和耶稣来相比的话 这个是再大 它也是小事情 放下 我觉得在处理这些问题的时候呢 我来讲一点点文化上的差异 如果是西方的传教师 来跟大家讲的时候 他就会这样来跟大家说 那我们呢 就来来 大家坐下来 把问题说清楚 是怎么样的一个问题 说清楚 对不对啊 这样的才可以饶恕嘛 这个是他们是这样的方式 华人是这样子的吗 说清楚就会伤了和气 要说也是将来没事了以后才说 不是说还有问题的时候 来说一下 好 你看看这两个是哪一个圣经的方法 我们来举一个例子 这个浪子的回头的故事还记得吧 那个浪子要回来了 对不对 回来以后 他在半路上的时候 他的父亲就从家里呢 跑出来了 他本来想说一大堆的 有失他的尊严的话 他父亲说 这个不能说 给他一个拥抱 意思是这些话不能出口 我要保持你的尊严 这个是饶恕之道吗 有时候我们说 你非得道个歉 你看这次弄的那个 我就不道歉 国际名声无所谓 我就不道歉 我宁可就是不上台 我也不道歉 又无何妨 退他三次又何妨 那古人不是有那个 山西有一个地方是吗 六十项 双方都退 退他又何妨 万里长城今还在 秦始皇的到哪去 都已经不在了 让一让又能怎么样 所以呢 在这个教会啊 我觉得我们从耶稣讲的 这些故事中间去体会一下 耶稣为了 你看他救赎我们的时候 他为了保持我们的尊严 他让我们的 就是私下犯的罪 跟他认就可以 是不是有点距离啊 是吧 所以呢 保持尊重人的尊严 所以孔子讲一句话 他说我们这里的人呢 不是这个样子的 父为子隐 子为父隐 他说 子犯了罪 父亲把他包揽下来 为他隐藏 父亲犯了罪 儿子去把他包藏下来 所以这个保罗怎么说的 你的肢体中间哪个部分不好 你是不是更加要把它美化呀 更加要去遮拦 对不对 是这样 所以我们这个 这个饶术啊 孔子他的这个道也是啊 他的学生后来发现了 孔子的道以两个字 有人就说一个字就够了 术道就可以了 术道就可以了 你真正爱人啊 人家这些小样你多少爱啊 你给他请他吃顿饭呢 还是要干点什么啊 收一点礼物啊 不需要这个东西 是人家做错了的时候 得罪你的时候 或者怎么样 你能够放人一马 这个是需要的 这个饶术啊 是需要的 如果说多一点饶术的话 是不是教会会多一些和气呀 多一坛和气 所以你看中国人呢 华人他是这样 我们尽量的不伤面 不把这个和气冲破了 所以大家有问题的话 大家就说我们找个第三人 大家来来来来吃个饭吃个饭啊 就说点别的就把这个事情过去 绕过去 不把这个面子弄伤了 多一点这个量 忍辱才能够持重 不能够忍辱的话 基本上不能担当重任 好了 这个第五个呢 是在一百零三面 就是慷慨圣洁 持之以恒 那么这里边呢 就是我这里就把那个捐款啊 什么十分级啊等等 我看耶稣讲的这个道理啊 其实也落实在几个方面 他一个呢 是要人饶恕 要彼此饶恕嘛 第二个呢 要人呢 他讲施比受有福 我们要尽量 要去布施 要去给人 我们当时讲这个捐款啊 就是捐献 这是基督教的语言 用中国话来讲的话呢 叫做施舍 布施 当然我们现在讲施舍呢 就有点不太好了 施舍 我不要你的施舍 是不是有这种话 是吧 舍 舍要舍 舍己嘛 就是 我们的 有时候是语言的布施 就是我们用笑脸啊 用夸奖人的话呀 赞 帮助人的话呀 这也是一种施舍 也是一种慷慨 一种布施 有时候是用行为的 有时候是用财力的 有时候呢 也是用饶恕的 有人说这个 每一个圣徒 都曾经有过一部罪恶的历史 而每一个罪人 都可以有一个光明的前景 因为耶稣 因为耶稣 我们被称为圣徒的人 哪一个不是 没有一部罪恶的历史 任何一个罪人 因为耶稣 也都有可能 有一个光明的前途 所以呢 这里 我们献上爱心 不光是金钱上 我们更多的 在教会里面 我觉得更多的恐怕是语言上 背后 不要说人啊 不要 在语言上面呢 更多的 给人一些 说造就人的话 第六个方面是 随遇而安 去遇而不舍 这个呢 是 在华人中间呢 可能是比较好讲 我们 基督徒呢 也经常讲 只是说 我们不用这句话 我们用这个 不用随缘呢 我们是说 信靠上帝的带领 是吧 他通过环境等等 带到那个环境下 这样常说的 也就是随缘嘛 就是 这样的一个方法 所以我们 最终呢 要培养出的 上帝要看的成品 他也不是看你 赚了多少 也不是看你 做了多少好事 这都是必须的 他是看你 最终是 养成什么样的 一个品格 这是最终的 你看 耶稣的心量里面 能够融全世界 我觉得这个 以前我在看到 有一个人他讲 他说 他在他的车上 贴一个牌子 他说 你爱的最少的 那个人的爱 你对那个人呢 你最不喜欢的那个人 你对他付出的爱 那就是你对耶稣的 最多的爱 一个人 你最恨的那个人 你恨得咬牙切 恨不 怎么样的 那就是你 对耶稣最多的爱 所以我常常 有时候 有时候很愤怒的时候 马上一转念 不行 马上就释然了 也是感谢主 我发怒的时候很少 几乎 几乎很少 惹我发怒的事情 多得多如牛毛 但是我发怒的时候很少 但是不等于我没有恨了 真的是 那种面目真理咬牙切齿 这个 但是我就觉得 要把它放下 要放下 因为我 因为你在主里边呢 你要常常感觉到 这个事情放一放吧 因为每一个人呢 他的身体的状况也不一样 他的成长的环境也不一样 所以他对待事物 他的反应 他真的是不一样 所以哪怕有一些人 他是很急 有些人呢 他是性格生下来 就是比较慢 生下来慢 不是你的功劳吗 像我生下来 这个性格 就是比较缓和的一个人 性格是这样 他不是我的功劳 这是上天的一个赐福 我性格慢 但是我做事很急 有些人的性格急 做事很慢 各种人都有了 但是我觉得 无论是怎么样 没有一个性格是完整的 是完美的 没有的 人要性格是完美的话 你就是基督了 已经就不需要耶稣了 对我们呢 应该是包容了 对不同性格的人 不要一看就看不惯 我们在主里边呢 都要把自己看成是婴孩一样 圣经上说 要在善事上面 要做 在恶事上做婴孩 在善事上面要成长 所以我是觉得 这个素人呢 至少是我个人的一个目标 我个人的一个目标 那么有一些这个人呢 很热情 我常常很羡慕 有些人 像我刚刚才提到的王军 鬼他都能跟他说上话 他的僧人呢 一下子可以把话说好 这个就很方便 像我熟人呢 我才能说上话 僧人基本上说不上话 常常坐飞机很孤独 一飞那么久 旁边一句话说不上 个人的不一样 我只有站在台上 我就套套不久 坐下去我就没话 但是我觉得这个人呢 他不会每个人都是一样的 所以呢 应该呢就是要彼此接纳 彼此接纳 这样的话我们才能够 在基督里面呢 才是共同的这个掌济 我们就到这儿吧 休息一下吧